今天Girl Power Talks女力新生 非常的荣幸我们邀请到 金霸泰拳的共同创办人 Sabrina来到节目上 跟大家分享她的故事 我觉得我现在所接触到的泰拳 是比较表面的 那顺便想说看Sabrina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刚刚讲到那个泰拳背后的意义 就是她里面有一些 诶...评分的机制在 教练在评分 裁判在评分的标准 常常会是看你的态度 像我个性是比较急的 但是在练泰拳 就是跟别人对打的时候 我可能一开始就会 很急着想要打倒对方 可是 如果正在比赛的话 这样不一定会赢 因为你到第三回合 你可能就没有力气 然后反倒是如果对方 一开始都很从容不迫 然后可能她第三回合的话 她再积极一点 她就会获胜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些也是会影响你 在人生的一些想法或是观念上面 对 你觉得身为女...我们身为女人女性 要如何在感情与自己的目标和梦想之间 达到一个最理想的平衡 其实对于就我个人来讲 我一开始一定先以感情为重 但是我最理想的目标是可以当贵妇嘛 在家里就是可以在家像副教子 所以我就会想办法让感情跟我的梦想 中间有一起合并的可能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就决定跟她一起创业 但是后来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慢慢比较清楚说 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假设另外一半她自己有自己其他的目标 那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可以 不一定要全部把重心都放在男生身上 就是自己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跟想做的事情 因为当你在努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有留住对方的魅力 那我喜欢你 所以你会找到一些是什么 你看我没有想法 或者是什么 就像你自己所听到的 我是不是完全不在意 你可能会找到一个位置 对方顺度 我希望你能不能够 如果有一个人必须 我再想看你 就是只是看一样 我希望你能够 能够 你的身份 那么妈妈呀